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这也正应了苏格拉底说的那句话 凡事身高超过三尺的人 想在天地之间长久立足 就必须学会低头 行走于世间 抬头看天是一种方向 低头看路则是一种清醒 那些懂得笑着低下头的 都是真正的聪明人 一 笑着低下头是一种智慧 实际有言 非大闲人不知退让 越是无知的人越是傲慢 越是愚蠢的人越不知谦让 殊不知傲慢往往是一个人衰败的开始 它容易让人沉溺自我 骄横膨胀 最后渐渐迷失 唯有保持谦虚 做人做事才会有福气 正所谓违迁 受福 一个人越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就越应该保持一颗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心 只有学会事实低头 才有实力再次抬头 这是一种魅力 更是一种智慧 记得春秋时期 吴王夫差凭着自己国力强大 领兵攻打越国 结果越国战败 越王勾剑被抓到吴国 夫差为了羞辱勾剑 特意让他做一些奴仆才做的事情 勾剑心里虽然很不服气 但仍然极力装出忠心顺从的样子 两年后 夫差认为勾剑是真心归顺的 于是便放他们回了越国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越王握心肠胆 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 终于领兵 打败了吴国 一雪前耻 而吴王只落得个羞愧自杀的下场 君子藏气于身 待食而动 懂得低头不是懦弱 更不是认输 是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的深谋远虑 一个人只有进退无畏 方能轻松自如 因此欲成大事者 必先低头 二 笑着低下头是一种格局 人生在世 格局决定一切 一个人的格局越大 目之所及 就越是灰红绚烂 正如网上那句名言所讲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但人人喊格局 到底何为格局呢 何全锋在格局这本书里 做了很好的权势 不管是侮辱 批评 攻击 或是得失成败 对于一个心胸开阔 有大气量的人来说 他的内心就像一个大壶 你丢进去一根火吧 他很快就会熄灭 你丢进去一包盐 他很快就会被稀释 深以为然 真正有格局之人 都有低头的姿态和谦卑的心态 2018年3月6日 第九届华语电影 金扫帚奖颁奖典礼 在京举行 王宝强凭借大闹天竹 获得了最令人失望导演奖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王宝强竟然大大方方地 出席了颁奖典礼 站在台上 王宝强坦然地说 其实 我站在这里倍感荣幸 我也知道 金扫帚奖 不是一个很光彩的奖项 但是 他能鞭策人进步 我对不起观众 希望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面对质疑 他没有选择逃避 反而虚心接受了 所有批评 正是那一次 在台上的低头鞠躬 让王宝强 有了更清醒的认知 和更平和的心态 在此后的演艺道路上 才得以一路披荆斩棋 获奖无数 成了人们心中 最佳的草根演员代表 古语有言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像王宝强一样 敢于在人生不足面前低头的人 都有着大海一般宽广的气量 他们不会因为他人的批评 而心怀怨恨 更不会因琐碎的小事 而斤斤计较 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有大格局的人 因为懂得低头 方有胸怀 三 笑着低下头 是一种修养 现实生活中 常见这样一种人 他们看谁都不顺眼 遇见什么事都想指手画脚 最后的结果就是 气了自己 还伤了他人 其实 看人不顺眼 得理不饶人 实际上是自己的修为不够 王阳明曾说 天下无心外之物 万事万物 不过都是内心的硬舍罢了 一个人 越要一争高下 就说明他越是自卑 越是不肯让步 就越是没有实力 有这样一个故事 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有一次 苏氏和好友佛印 在游玩途中 到一家小店吃饭 哪知这家饭店的伙计 狗眼看人低 只顾着招呼贵宾 却久久不顾他二人的饥饿 饭吧 两人离开之时 佛印低头道谢 还十分恭敬地结了账 苏氏看不过 气愤地说 他如此无礼 你为何还向他低头 佛印回答道 我为什么 要因为他的势力 就改变我的行为呢 他强任他强 清风拂山岗 很多时候 越成熟理智的人 越能看到 世间万物的多面性 便越能做到包容 就像林肯所说 与其跟一只狗争路走 不如让狗先走一步 如果被狗咬了一口 你即使把这只狗打死 也不能治好你的伤口 做人最忌讳的 就是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计较高下 浪费了时间 也输了姿态 要知道 一时的输赢 根本轻如红毛 若将眼光拉长 才知风景如此宽广 做人宽心是一种方向 低头是一种修养 常言道 人不可无傲骨 但事事无绝对 有时候低头 才是一种叙事的智慧 一种宽广的格局 一种容人的修为 正所谓 智刚已舌 上善若水 学会低头 才是一个人 最大的本事 好了 亲爱的你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能够笑着低头的人 也是懂得放下的人 完喽 用我的声音 让您安静而风盈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